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要注意一点是要防止烂桃花 这是私处痣 那么如果是有八字鼠要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或者关注私信 咱们接着讲 如果是说脖子上面的痣 在相学当中以后面的痣 后面的痣并且是肉痣为疾 如果长在前面被称为锁喉痣 容易犯一些呼吸系统的 呼吸不通畅 或者是食物中毒 或者生活当中 工作当中容易犯小人 犯的是口舌是非 在脖子后面的痣是属于贵人痣 有靠山 出外能遇贵人 但要稍微注意一下腰方面的毛病 腰不太好 这是私处痣和脖子后面的痣 如果是男人的睫毛 比较长的话 异性缘好 而且还花钱 女人睫毛长是脾气特别大 公主病 这是睫毛长的一个面向 特点 我们再看一个 这个吧 这个是人中 人中旁边有痣 人中旁边的有痣 这个女孩子 是比较爱自由 有这个浪漫的情怀 婚姻是自己做主 就是这个意思 好了 有关这个首相面向当中的痣 痣想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或者关注和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